好 在你的手机我还是推上去 通常如果是学生不需要使用这个 老师用这个 那进来以后呢 老师看一下下面这边有五个选项 主页、发现、助教跟我的 我现在点主页 就是这个你的资讯 我现在点发现 发现这里再提醒你 AI要去启动它 第三个 智慧助教 这里做什么呢 我现在我在手机上面点 点这里 下一页 老师我现在在手机点 两个手都在这里 你看哦 点下一页 再点下一页 你看见吗 哦 这可以切换上一页下一页的 我现在两个手指都在这边点 这个 那接下来我们可以做什么 比如说什么 抢拳 老师我们来认识一下 什么叫抢拳 有点在教是什么 抢答 谁先按您声 谁就可以先回答 OK吗 那不过这地方我没办法 让你看到学生的画面 因为我没有 我现在都当老师 我点一下 等一下老师猜到的时候呢 他就可以抢到 等下按按钮哦 当我启动这个功能 你要按按钮 按到谁 谁就可以说话 来 说一两句话就好了 来 我开始哦 这时候我在画面点抢拳 好来 开始点哦 来 这个 QQ QQ老师 来 你可以发言一下 先帮你加点 QQQ老师在线上吗 Hello Hello 这次就是在做抢拳 就有点像在发言的概念 了解吗 那这名堂有点多 我觉得东西还蛮好玩的 这里 来 那我们再继续往下看好了 这里 而这手机连线登录的一个方式 好